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師 那最近的更新的進度稍微慢了一點點 因為我現在正是在趕拍一些線上的課程 那我一有時間就會馬上來拍片 給各位同學去做觀看的部分 那一樣如果你是高中生 最近開始打疫苗了嗎 那最近如果打疫苗的話 各位同學你要切記這件事情 打完疫苗後14天後抗體才會完整的產生 你不要等下打完疫苗之後 啊太好啦 我不需要戴口罩啦 的沒有這件事情 馬上瞬間秒中獎 懂嗎 人生瞬間重開機 你把他呆呆呆呆 對不對 如果你本身已經有打疫苗了 不管你是打AZ還是打莫德納 還是打高端 OK 那你都可以在下面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的狀況 OK 來所以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來這個部分 欸 今年我反而是看到這種魔考 我還覺得蠻有趣的 這個是新北基 對新北基 新北市跟基隆 他們的模擬考題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下列何者標準差是最少 來通常來講的話 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你稍微就要想一下 喔老師 ABC注意 那這些選項裡面 你特別要幫我記住一件事情 來 來 那他們彼此之間到底有沒有關係 來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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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這個為基準 OK 他的標準差 我們叫做SigmaA好了 好 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發現 BC注意 到底跟A本身的資料會不會有關係 因為這種題目考給你的時候 不可能叫你每一個人 把它算出來 懂嗎 算完的時候 當場往生 懂嗎 你都算了那麼多東西 才五分身體健康 OK 來 那怎麼辦 來 這個時候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通常他在考什麼 他在考所謂的伸縮與平移 何謂伸縮平移 來 Y I 會等於A倍的AXI 再加上B 來 寫到這邊的時候呢 各位同學 你特別注意一下 什麼叫做XI 這個我們叫做舊的資料 好 OK 那 YI叫做什麼 新的資料 一維數據分析 二維數據分析 非常喜歡考這東西 乘上A叫做什麼 好 乘上A叫做伸縮 叫做伸縮 乘上B叫做什麼 A 對 叫做平移 來 伸縮平移 對於均數跟差數 何謂均數 平均數 中位數 重數 對不對 何謂 那個差數 全距標準差 四分位距 OK 好來 那你告訴我 伸縮會影響到誰 嘿嘿 伸縮會影響到均數 全班成績乘兩倍 平均數會變兩倍 對不對 還有咧 還有差數 全班成績乘兩倍 欸 全距也變大兩倍 那你告訴我 平移會影響什麼 平移只會影響到均數 全班成績加十分 放心 全距是不會加十分的 那你告訴我 這兩個到底會不會影響到相關係數 恭喜你全部不會 伸縮平移是不會影響到相關係數 相關係數考慮到什麼東西 欸 你這兩筆資料伸縮是不是伸縮同個方向 譬如說 兩個都伸縮都是正的 或兩個伸縮都是負的 那都是一樣 好 那如果是一個是正的 一個是負的 那就是變成是相反數 好 這個我簡單的口頭敘述一下 那你去看一下 你們的講義 其實當然是這樣的內容 OK 好 來 那我問你 這個叫做Sigma A 那B呢 嗯 欸你有沒有發現 當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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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欸全部都同除以二 你有沒有發現 所以它伸縮幾倍 二分之一倍 換句話說 你的Sigma B 會是Sigma A 的幾倍 二分之一倍 喔那就是比它還小囉 欸對對對 那你告訴我C呢 C呢 來你看這裡 這裡拉到這裡來 是乘上二分之一倍 欸你看到沒 來這個拉到這裡來 是乘上多少 欸乘以10啦 啊小朋友 啊你說要乘以10的話 所以Sigma C 會等於10倍的Sigma A 好 那我們先不要管什麼事情 反正C選項 它一定給它打XX 為什麼 它太大 太大 那A選項 因為B有比A小嘛 所以A還是打XX 這樣你看懂我意思嗎 看懂我意思嗎 OK 老師 那豬勒 豬勒 嗯 老師豬喔 嗯 這個這個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來 各位同學 你看清楚 很多同學這個東西 你要看一下這個豬 跟這個A 有沒有發生什麼關係 有啦 你想一下兩下 想一下 欸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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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發現 它都乘上101倍 然後再減1 沒有 乘上101倍 再減1 老師那是你看得出來啊 啊我就把小啊 我就 就什麼叫把小 把小的意思 就是眼睛去勾到 這個 髒東西 OK好 能聽懂嗎 來 老師 老師 按那個豬 我怎麼看 如果你真的不會的話 你就這樣寫 我就寫著 Y等於AX再加B 那你隨便帶兩個條件就好嘛 譬如說你帶201 好 201會等於2AX加2 不是2倍 是AX用2帶 2A加B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302 302會等於3A加B嘛 兩次相減 所以A會等於多少 101 那B會等於多少 看A會等於101 B會等於多少 負1 所以是乘上101倍 再減1 所以你這隻豬 它是先乘上101倍 然後再減1 那你看那個減1 你不要理那個減1 減1是不會受影響的 那你重點是那個101 所以換句話說 SIGMA豬會等於101倍的SIGMA A 哇老師101倍很大的 對啊很大 很大 那你就沒得談了 對啊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去做計算 你是不是只有B跟豬 不是不是 B跟E 這兩個可以稍微討論一下下 對不對 好老師 如果你今天去比較A 你看 你看 和1 這個我是有點看不太出來 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你看到這種東西的時候 你只要算兩次就好 這樣就會比較少一點點 各位同學你聽得懂的意思嗎 你不需要算到這麼多 你算一點點就好了 來我們先算一下A好了 好不好 那SIGMA 反正大家都SIGMAA嘛 我們就從SIGMAA開始 那算SIGMAA之前 先給我來個 A的平均數 對不對 5個相加除以5 嗯哼哼哼哼哼 叫做2加3加4加5加6 好5個相加除以5 Oh my gosh答案是4 灰胸簡單 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計算它的標準差 那標準差 它的公式 它要熟練哦 離均差的平方和算數平均開根號 那什麼什麼叫離均差的平方和算數平均開根號呢 就是你把你的每一個數扣掉你的平均數啊這個啦 每一個數扣掉平均數在平方 所以2-4叫負2平方 叫做4 3-4叫做負1平方 叫做1 然後加0 然後加1 然後加4 然後呢 這個叫做5個相加除以5 所以它就會等於根號的多少讓我can can 來 8 10 10除以5就是2 所以根號2 欸老師老師 那邊是根號2 那你這個時候呢 sigma b 你是不是就很容易算出來 因為它是1 2倍嘛 對不對 我不要用同樣顏色 等一下看不懂 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等於多少 這個叫做2分之 欸 對對對 根號2 來 這裡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老師啊 最後這個呢 這個時候我們先算一下 來 這個叫做平均數 1的平均數 這個叫做5個相加除以5 來 所以各位同學 這個叫做199 然後再加上200有幾個 3個再加上201 然後呢 再把它除以5 來這裡會變成 哎呀200 OK 然後呢 最後這一個 這個叫做sigma 1 會等於離均差的平方和算數平均 開根號 這裡是1 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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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加1 然後這個叫做5個相加除以5 離均差的平方和算數平均開根號 來 所以這個叫做來5分之2 OK 所以來上面叫做根號2 下面叫做根號5 來各位同學 來這個是B的答案 這個是他的答案 一樣東西不用比 我們只要去比較所謂的根號5和根號2就好了 那根號5比較大 因為它是2點多嘛 所以分部比較大 旗值比較小 Oh my gosh 然後所以原來這一題只要選1就可以了 好吧 像這樣題目 新北還有基隆的 這樣的模擬考題 這算是蠻基本的考題 那但是我們就是 我跟你講 它不可能5個叫你獨立算 你真的會算死掉 一定有一些它是利用到伸縮評語 這也是我們的意味數據分析 非常常考的一個部分 好那所以各位同學有問題的話 一樣都可以在下面提醒 那我也會趕快去調整我的步伐 然後幫助各位多講一些題目 讓各位同學 你能夠在學測前看到更多的題目 那某些已經考完了學測 或是你不需要考學測 你單純對數學有興趣的 我也會盡量去講解一些題目 來盡量讓各位同學去滿足 滿足你們的求知欲 來所以我們的今天課程到這邊為止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留言 訂閱分享 想加入我的線上會員 想買我的線上課程 下方資訊欄都有連結囉 嘿嘿 我有買老高的衣服 耶 來 所以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再見囉 拜拜